別人比你還慘 我被你搞到心情很糟 別人可以面對 為什麼你不行 你是太閒才會整天想東想西 你這樣對得起家人嗎 你有什麼好憂鬱的 笑一下好嗎 好了 夠了好嗎 如果你曾想過自殺 我懂那種感覺 覺得自己好沒有價值 沒人想留在自己身邊 覺得自己過得好溫啊 好沒有用 就好像所有形容失敗的字眼 都能藉在自己身上一樣 我知道大家或許都有過這種感受 這些感受是那麼的突然 那麼的真實 讓我產生了想結束自己生命的念頭 滿腦子只想著死 不是放棄了自己 而是因為對於活著太過認真了 我們比誰都努力的想活下去 像是身陷流沙中 拼了命想爬出去一樣 我們並沒有放棄 只是他把我們抓得好緊 怎麼掙扎都沒用 只能任憑他將我們吞噬 而上面的那些人 他們只是看著我們身陷流沙 問我們為何掙扎 我嘗試戴上微笑 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正常人 卻是不是被朋友人提醒 我應該正常一點 我應該開心一點 我知道我連假裝開心都做不到了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 想融入正常人中都這麼難 會選擇走上絕路的人 往往都是承受著超出承受能力的痛苦 才會尋求解脫 那個當下想到的真的只有結束痛苦 而不是生命 如果說用頭撞牆就可以好起來的話 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撞下去 並不是他們真的自私不替人著想 而是早已自顧不暇了 當他身心痛苦之中時 有多少人可以理解 當他強言歡笑替他人著想時 又何曾看過誰替他著想過 我每天都在努力對抗那些念頭 直到現在我仍然在這 欠給所有曾經想過自殺的人 還好有你們的存在 讓我感到不孤單 讓我有了一絲想活下去的念頭 謝謝你們 讓我們一起努力 好嗎